我们80层1米8的那个油压 四吨压力的那个蛋黄味 扣拉式烫滑的 上下板都是铝板的 双铝板的 扣拉式的 这个是一个控制器 温度 控制器 我们可以按这上面一排来增加和减少温度 一般是200度就可以了 烫滑烫就可以了 这个是时间 一般是25秒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上下有一个 这个油压机有一个形成一个一个差距 它它这个下板跟上板的距离 也需要6秒钟时间来贴合 这个我们都加了5秒钟 可以按这个箭头来增加或减少时间 25秒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加了5秒钟 这是30秒钟时间 可以的 然后这个是手启动 自动开关 往左边打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我们就要按那个远程这个 这个绿色按钮来烫化 当打到中间的时候 机器是不会烫化的 往右边打的时候呢 这个发热板会自动往下压 那就是全自动状态 这个是急停开关 当时要停止的时候 按一下它就可以了 当时要重新的时候 这个顺身转一下 它就反弹起来了 那我们是个机器 这上面是鱼板 布教垫 还有这个是生花 这个是布 生花纸 生花纸的话 我们面向这个布料铺好 做好之后呢 发热板自动加压 这个自动的 大家之后我们看看 这有一个温度 这个时间会自动倒计时 一般的板从上往下降在这个时间 一般是五秒钟时间 所以我们不过加了五秒钟 就是机器上烫的时间是二十五秒钟就可以了 好 烫完了 发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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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鸡开 我们看烫烫效果 看烫烫效果 看烫 好 看烫效果非常非常好 我们把这个布拿开 看一下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那个 继续的那个 半自动的 当我们把这个 这个 一个水平洞开关 打到左边的时候啊 然后直接 手动转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 发热板 踢进去 然后按一下这个 它被发烫板才会往下压 可以看得到啊 可以看得到啊 一种手动状态 一种是全自动状态 然后发烫板就开始 那个 倒几时了 但我们需要这个 停止摊滑的时候 我们需要按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按下这里 发烫板就会自动抬出来 然后摊滑就会中止的 好了 现在就可以了 但是 感谢观看